中俄舰队近期到阿拉斯加来了次自由航行 对此抗议无效的美军紧急出动了四艘驱逐舰应对 来看详细情况如何 哈喽各位老铁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 我是虎妞 中俄海军进行第三次联合巡航的时候 根据御用摄影师的消息报道 这支舰队已经进入了厄霍茨克海 按照航线来推算 可能又要到美国家门口来上一次自由航行 果然根据美军北方司令部发言人的消息透露 这支由11艘军舰组成的舰队 已经进入了阿拉斯加州附近国际海域 虽说以前中俄舰队在进行联合巡航的时候 也曾出现在北极地区 但像这次这样 共同组成舰队进行行动 一起进入这片海域的情况却十分罕见 对此美国方面表示 中俄这次行动的合作规模和范围是前所回游的 有美国官员甚至称 这是中俄史上首次的行动 在当前国际局势如此紧张的现在 中俄舰队现身阿拉斯加具备很强的挑衅性 对这种自由航行的行为表达了强烈抗议 不过美国的这种抗议显然并没有效果 无法阻挡中俄舰队的自由航行的美军 触动了驱逐舰进行跟踪拦截 动作比去年大了数倍 在去年的9月份 中俄舰队进行联合巡航的时候 同样到达了阿拉斯加阿刘申群党附近 但美国只触动了一艘海岸警卫队的驱逐舰 对中俄舰队的自由航行表现得不温不火 而这次则不同 美军直接出动了约翰·麦凯恩号 本福德号 中云号 以及约翰·芬恩号 总共四艘驱逐舰 并且还派出了一架P8海神巡逻机 对中俄舰队进行跟踪监视 显然对于这次的中俄海军联合舰队 前出阿拉斯加 让美国都给吓了一跳 这意味着 中俄两国海军 可以向位于美国本土的阿拉斯加附近海域 大规模地投送海军力量 将会给美国带来巨大的压力 不过 美国北方指挥部 还是安抚了一下紧张的美国人 称这次的中俄海军舰队 容然在国际水域 并不会对美国构成实际的威胁 但对于那些美军高官而言 就不是这样了 如果说不构成威胁的话 美军就不会出动四艘驱逐舰 前去监视中俄舰艇的动向了 同时 美军也是在向中俄舰队表达自己的抗议 因为美军这次出去的驱逐舰 在数量和质量上 都远超去年9月份派出了舰艇 这次中俄海军舰队的行动 也算是让美军体验到了被自由航行是什么感觉 上次美军对待中俄海军的自由巡航 还表现得不温不火 为何这次的反应就这么大了 也让人感到很疑惑 其实这还要归咎于在这一年间 国际形势的突然变化 在过去 双方的主要注意力都在乌坎战场上 当时不少的西方国家 以及俄罗斯和我国 都有着调停俄乌冲突的意思在 因此彼此间都保持了克制 并没有这风相对 但到了现在 俄乌冲突的调停已经成为了不可能 俄罗斯和西方 特别是美国之间的矛盾 已经无法缓和 而美国和俄罗斯彻底撕破脸皮的同时 又炒走中国威胁 想要加强美国在全球的军事扩张 因此 在北极地区 就是美军加强部署的要地 无论是中国 还是俄罗斯的洲际单导导弹 其单导轨迹都要经过北极 来实现对美国的打击 因此 美国也在北极方向 部署了多套拦截系统 现在 美军更是在北极方向的军事基地 部署了F35战机 还和北极地区的西方国家 开展了一系列联合军事演习 连航母都参与了进来 显然 美军在北极地区开始了战略竞争 而中俄舰队此时 现身阿拉斯加 对美国在北极地区的战略地位 带来了严重的挑战 自然得派出舰队 来制止这种行为 对于中俄之间的关系不断发展 美国也将其认为 是对它霸权地位的威胁 作为军事实力世界第二和第三的两个国家 一旦联合在一起 即便是美国也有点吃不消 因此 美国现在也拉拢了日本 韩国等不少的盟友 来一起对抗中俄 前段时间举行的联合军演 就是对抗中俄的一个回应 不过 美国这次也算是自作自受了 之前 美国海军可没少驾驶着军舰 来到中国周边海域搞自由航行 现在我国也来了个自由航行 并且还是在国际水域上的合法航行 就让美国受不了了